女孩震惊地看着颤抖的油画 发现里面的海水和船只居然会动 新闲的海风甚至扑面而来 直接冲出画框拍打在女孩脸上 眼看画框就要砸下来 几人赶紧冲过去 想要把画框重新按回去 可他们微弱的力量根本没用 最终画框还是掉在了地上 很快房间里就灌满了大量的海水 然而水位还在不断增高 当所有人都被海水淹没的时候 房间里也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缺氧的几人拼命地寻找文川 可当探出头的那一刻 他们才发现自己居然出现在海面上 而一艘古老的大游轮 正朝着几人碾压过来